甄嬛传,小云子伴鬼夏丰丽贫,谁注意刘珠说的话了?心疼安玲蓉。 选秀之日,甄嬛遇到了自己的发小水梅妆,两人正聊得开心,就看到夏冬春刁难安玲蓉这一幕。 安玲蓉不小心将茶水洒到了夏冬春的身上,夏冬春看安玲蓉穿着寒酸,便问她父亲官职是什么。 听完安玲蓉的父亲只是现成后,夏冬春不依不饶,非要安玲蓉跪得道歉,这个时候,甄嬛实在看不下去,就除面帮安玲蓉解围,甄嬛口才极好,三言两语就说得夏冬春没话可说。 甄嬛摘了朵海棠花别在安玲蓉的头上,还把自己的耳环送给了安玲蓉,说,先敬罗衣后敬人。 安玲蓉本身很普通,皇上看完就直接想撂牌子,好在安玲蓉会说,感谢皇上和太后什么的,太后才给了她说话的机会,这个时候,一朵蝴蝶落在安玲蓉的头上,皇上说了句并编的海棠不俗,便留下了安玲蓉。 安玲蓉能够进宫,心里十分激动。 她以为这一切都是甄嬛的功劳,入宫之后,便与沈梅庄,甄嬛一姐妹相衬。 能够入宫的小主,家事都不错,沈梅庄父亲的官职是最高的,获得了贵人的身份,皇上喜欢甄嬛,便封为常在,四名玉,夏冬春父亲的官职也不低,同样封了常在。 安玲蓉在选秀时就不怎么出众,父亲的职位又低,所以给了答应了位分。 因为出身微寒,位分又不高,起初,安玲蓉遭受了不少白眼。 刘珠是甄嬛的贴身丫鬟,既可爱又忠心,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她这个角色,小编也是很喜欢,但是刘珠在剧中有一次口误,我先暂时理解位口误哈。 甄嬛得宠,于婴儿被降为官女子,因此对甄嬛怀恨在心,暗地里让小印子和花碎偷偷给甄嬛下药,好在甄嬛及时发现自己攀睡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 甄嬛发现自己被下药后,就想抓出岁玉璇的内鬼,便叫梅姐姐一起,这里甄嬛没有叫安玲蓉的解释是,玲蓉胆小,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告诉她了。 当晚甄嬛和沈梅庄就捉住了小印子,小印子说是于是指使的,第二天锦西把这件事回报了皇上和皇后,加上甄嬛说出以梅圆鱼而顶替一事,于婴儿被皇上赐死。 于是被刺死后,甄嬛还是觉得很害怕,想抓出幕后的真凶,便让小云子扮鬼夏丽萍。 晚上给皇后请安之后,小云子便在丽萍回宫的路上吓唬她,谁知丽萍这么不惊吓,当场就胡言乱语,华妃赶紧让周宁海堵住她的嘴,想要带回宫中,甄嬛沈梅庄极力阻止。 正在此时,皇后娘娘来了,直接把丽萍带回了景仁宫,甄嬛这个时候已经是完胜。 接着就出现了小主门回碎玉萱的一幕,刚入门,刘珠就说了句,两位小主回来了。 我本来以为就只有甄嬛和沈梅庄呢,只是没想到后面还跟着安玲蓉,那么,明明是三位小主啊,怎么会说两位小主呢? 有人解释说,是因为甄嬛和沈梅庄是贵人,所以被称为小主,安玲蓉是答应,就没有称小主。 小编觉得是不对的,早在入宫前,方若姑姑到甄府焦甄嬛和安玲蓉礼仪时就说过,最低的小主是关女子,安玲蓉已经是答应了,肯定是可以称为小主的。 也有人说,是刘珠和幻璧一样,瞧不起安玲蓉,所以才说的两位小主,但是小编却不这么认为,刘珠跟幻璧的性子不同。 刘珠,幻璧之所以讨厌安玲蓉,就是因为她的家是低,还得皇上宠爱,所以嫉妒她,但是自始至终刘珠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嫉妒,所以,刘珠因为嫉妒安玲蓉,故意说两位小主是不存在的。 或许是安玲蓉,或许是安玲蓉跟在最后一面,刘珠当时没有看到,所以一十口快罢了,还有可能只是口误而已。 不过,我还是挺心疼安玲蓉的。 在发生于是下毒事件前,安玲蓉与甄环,沈梅庄还是很好的,没有一点见系,甄环发现下毒之事,当时没有通知安玲蓉,也还是可以理解的吧,但是安玲蓉的性子天生敏感,难保她不会多想。 其次,安玲蓉看于是不肯救死,特意去冷宫让小夏子活活乐死。 于是,回到岁月轩后,刚好听到沈梅庄跟甄嬛说她心狠的那番话,也难怪他们后期会产生剑气,甚至成为敌人。 就要看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